精致美味的生魚片端上桌 还顾着拍照不赶快吃掉吗 医师说了每过十二分钟 生鱼片上的肠炎胡菌 就会增加一倍 夏天到了食物难保存 中毒事件增加 不只生鱼片有风险 像是生蚝被累海鲜 容易滋生懦罗病毒 最好完全烤熟之后再吃 另外像是团扇 还有生菜沙拉 也可能有新人掌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 必须在摄氏七度以下冷藏保存 肉品跟鸡蛋则是容易发生 沙門市杆菌中毒 医师建议煮熟之后再吃 沙門市杆菌污染的话 民众不小心吃下肚 可能就会有急性肠胃炎 他症状包括恶心 嘔吐 腹泻那些都会 然后甚至会腹泻非常严重 有时候会脱水 电解值不平的都会 食品中毒 大多会上吐下泻 但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恐怕就会并发败血症 有生命危险 医师提醒最好的预防方法 就是避免吃生食 尽量吃熟食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记者综合报道